謝老師 到底沒拜會有厄運嗎 其實是還好 因為一般以前現在 還好 我這輩子鼓舞很多人 鼓舞無數的媳婦 因為你要回頭想 就是說有時候家裡頭 可能有好幾房 但是有些人 他比如說老大 OK 老大我就繼承 我就可以拜 可是就像剛才講的 有的他出國去 到哪裡去 到哪裡去 他沒有拜怎麼辦 那他們就不好 其實不會 那一般主席 如果說沒有特定那個話 其實他大概都會保佑 除非你有特別講明什麼事情 所以以前有時候 他就說有時候就說 你如果講得 講很清楚 他誰誰怎麼樣的時候 他可能 也許我保佑別人 但我不一定會保佑他 那會帶來好運嗎 我們都有規矩拜 會帶來好運嗎 正常情況下是會有 但是有些情況下 他有可能 那你正常情況下會有 為什麼他還是離婚 他拜成這樣 這個 這個看他們相話 第二個有時候他們我們只要講說以前結婚 如果離婚的時候 因為結婚去是要拜祭祖先的 有時候離婚的時候 他也要跟祖先辭 如果你沒有做辭祖的這個過程的話 有時候怕就是後面他有時候就 後面要婚姻就會很難成立 因為有時候我也有遇過就是說離婚之後 就是被祖先一直帶一直帶帶回來 最後兩個又再回去 又添在一起 我覺得拜祖先其實是一種感恩 對 感恩說他讓我們有這一事 對 然後一種尋根的感覺 不要忘記那個根的感覺 一直覺得說我們沒有拜祖先會把我們安裝 我覺得這好像不是不是長輩會對晚輩做的事吧 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給子子孫孫 一個很好的尋根的來源 慎重追遠 是啊 一個就是我剛剛講到就是祺願 拜拜說 讓我怕孫可以扣掉 台下什麼 這樣你也是再對這裡 還有一個是答謝 我已經好事 答謝 所以還是都要 我覺得但是那個規矩怎麼做 可以 可不可以做簡化 我有一個網友 他 東拜西拜何時了 對 他就他就寫在群組寫這個 被我們大家有的人說很可愛 有人說罵他 這好像是南唐 李厚祖的詩操來了 春花秋月何時了 東拜西拜何時了 祖先有之請放手 心中誠意最重要 糖果餅乾也可以 他在這樣想其實對祖先是不禮貌 不然你要買什麼糖果 什麼餅乾對不對 最好是能夠真正有心意的好東西 所以有些家裡面就像剛剛講到說神主牌怎麼辦 我有一個網友他就這樣 他就是 婆婆 應該叫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之多少 小蘿蔔卓夜又東風 糖果餅乾也可以 我不堪回首明月中 我的意思就是說有一個網友 他也碰到這個困擾 因為他婆婆就是想要來搬來住了 而且是大姑姑他們在安排的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的大伯已經離婚 又在大陸上班 沒有大嫂 然後他們家因為有電梯 所以大家覺得婆婆來這裡住 比較方便 婆婆要說說嘛 說說走啦 所以整屁要把他帶過來就對了 那媳婦就想 早晚要點香 他要上班 那個香 如果沒有弄息會擔心 然後他兒子又是那個氣喘 那聞到那香怎麼辦 等等 所以他也是很苦惱 所以他一直說 搬去廟裡面 我們找一個什麼沒有人聽 大家都說大姑的話才要聽 所以常常大姑來看 我跟你說 在那邊搬過來囉 他好緊張 這種很可怕 隨時接到電話就說 要來囉 現在是一個很大的 無形的心理過程 對 而且在公寓裡面 就是大樓的公寓那蠻好的 那進來的時候要放哪個位置 對 要採在哪裡 對 點香的時候 採在客廳感覺上 有點突兀 對 客人一進來就看到那個 看到新民 本來是要搬 要搬搬搬的時候 不敢 放夫妻房間也不對啊 放兒子房間也不對 放後院哪裡 就當初在蓋房子沒有想到這些 夫妻房間是可以 要做之前先拜一下 要誠意喔 要誠意啊 就是因為誠意才拜 好 這個Vivi呢 你們家也是屬於大家族 對 因為我們家是務農的嘛 務農的其實 你們家種什麼 我們家種蒜頭 然後西瓜 花生 還有蘿蔔 耍茶 對 好專業 沒錯 耍茶怎麼種這個雜座 對對對 沒錯 然後因為他們 我們家以前就是那種三合院 然後就是會有跟大伯母 大伯父 他們就是沒有分家 就對 我們就是都住一起 然後因為以前的那個年代 就是小朋友其實在撫養過程中 不一定會是平安長大 他們有一些就是到一半就夭折的嘛 不然就是英年早逝這樣 那我們 我奶奶就很堅持 每一個祖先都要拜 然後拜呢 不是一次拜 他是到他的祭日就要拜 那因為人很多嘛 所以我媽就說 幾乎每個月都在拜 因為不是 除了 很多人的祭日 對 因為除了初一十五是一定要拜 以外 就還要拜這些祖先的祭日 然後不管是小朋友的祖先 還是大人祖先等等都要拜 他一個月至少要拜兩三次 那他們以前在拜呢 不得了 一個月兩三次 一年就要幾十次 對 然後他重點是他拜的時間 又是在剛好中午 然後因為我們如果剛好在農忙的時候 我們他就會變成他壓力很大 因為他要專程回來 那他們拜一次要準備五道菜 跟一個 一鍋白飯 所以他這五道菜 因為不太可能去外面買回來 就是在鄉下你要買蜘蛛菜也不方便 都一定要自己煮 米梯啊 陰過仔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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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刀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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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知道祖先不會吃這個 對啊 不行 他只能是配菜 不能是祖先 對 因為我奶奶是非常 肉糊 對 因為他是非常傳統的人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拜祖先 一定要有誠意 你不能隨便準備 所以我媽就變成是說 他有時候一整天 比方說要收成了 你光忙都來不及 你有時候根本沒 中午沒有時間吃飯 還要專程回來 然後煮五道菜 然後就是要為了要拜祖先 你知道我媽媽 年年的時候 他早餐吃西飯 很愛配陰過仔 真的 他現在陰過仔 倒有那個早餐的味 就是那個好像配 還能吃的下飯 對 現在已經跑了 陰過仔沒傳 也許他們就愛這位 對不對 他們就想吃這個 你只給他拜雞腿 對 因為他們就覺得大魚大肉 因為以前那年代比較不會吃到 然後現在我們有能力 就我奶奶就會覺得要準備 豐盛一點給他 那後來我媽媽真的是太不堪其擾 他就開始跟伯母討論 那伯母也覺得很有道理 但是用媳婦去講 很像會覺得 奶奶可能會覺得說 是你們自己偷懶 有沒有 就是懶惰 怎麼可以這樣子 沒有這個尊敬性 所以他們就很聰明 他們就去拜託我姑姑 然後就說姑姑們 姑姑們 還有姑姑們都蠻名利 他們一聽了之後 也說也的確是 這樣就是很困擾 所以他們就集合起來 一起去說服我奶奶 然後我奶奶後面 就是因為太多人一直跟他講 他可能也覺得很煩 他後來才答應說 他就是拜重陽節那一天 然後那一天 就是大概要準備 對 大概要準備快二十道菜 因為你平常沒有要拜 所以你一次拜 你就是要 澎湃 對 伴桌的概念這樣子 那些人會 中海 什麼叫中海 中海你真的聽不懂 吃得太撐了 這便宜十八 我們平時都有道菜 我們就正常 你一時來給他 有二十道菜 我們現在去吃餐廳 也十道菜而已 而且很多媳婦都要吃剩菜 對 吃到後面 都真的是不欣賢 對 沒錯 那因為還好 我們是兩家人一起煮 所以人數 就吃的人人數也很多 對 就大家可以一起share 這樣子 是是 就不用那麼累 好 那等一下Vivi 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再來這個 其實有時候拜拜 真的會起糾紛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